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地方就是有水經過的定年 然後它的鐵路就是現在的市民大道 那以前期待的鐵路是這條 是巴德路 所以它其實這邊是兩代鐵路的交匯 然後以前就是因為這條上皮頭的水準 所以提供它這裡很好的營用水 所以就有華山就有劍皮 這樣的一個場區的位置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這裡 我們大概在這邊 這個就是堂化 後面這個就是日本池袋的紅樓 然後旁邊就是綠樓 那現在場區其實是比較大的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兩倍大的 以前還有一個池塘 加比亞那個 就是我們走去裡面的 這個並不是界限喔 這不是圍牆的意思 它是水 水 所以它已經一條 這個也是人工的 因為它以前的水絕對不會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就是進到皮膏 然後兩天比較保全 好 這個是高度 它的高度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這陣子不容易找到 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剛好像